人一旦进入高龄,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来维持身体的健康 入股和雅社区为了让阿公阿嬷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特别聘请老师来教气功 慢慢的伸展四肢,让阿公阿嬷学好后 能够在家随时练气功,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阿公阿嬷跟着老师的动作练及气功 除了伸展四肢之外,长期练下来也能够改善筋骨 有益身体循环,而且阿公阿嬷学了之后 也能够在家里随时练习,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我来很多次了,我觉得我都有来 等于我才来,我都不记得了 就在骨头上都比较凉,比较白的 我都在十五点后就出离走路,出离文章 在小区这个地方,我都能够出离更多了 我来这小区,我都跟高级朋友 做这个文章的时候,对我们的筋骨山都够软软的, 我每天都运动,感觉不错,心情快乐 河亚社区理事长叶聪卫表示,乡下的阿公阿嬷 年轻时超老,老来时常腰痠背痛 因此特地请来老师来教导气功,让阿公阿嬷松青拉谷保健康 这个气功的部分,我是跟我们说,原来我们增下的老伙子 以前不是说,腰痠背痛,我是说,用这个气功的部分 我现在说的是,伤心油筋,针骨的部分 尽量让他们有一种比较柔性的动作去运动 每星期,我们都会做一些软身伤心油筋的活动 来让这些老伙子,他说我传道也比较好睡 晚上也会睡不着 指导老师表示,为了不让阿公阿嬷过累 每次只教导两个招式,让阿公阿嬷动动 提高他们的健康度 对身体每一个部位,他都有运动功效 要连续做起来,可能大家会比较疲劳一点 所以我现在就分断,每一个没出来 就是叫他们做两个招式,呼呼呼呼动动 让他们的身体提高他们的健康度 气功招式虽然简单 但能够让长辈轻松伸展四肢 养生在家随时做的好习惯 来维持身体健康 记者桑欣福,陆古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